台語聽有無? 每天報信書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阿信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一個台語聽有無? 這幾年 家庭開得很高 在家庭怎樣有需要的人 有家庭大 所以變成是整個社會關心的議題 人家說 大家都需要有所在的家庭 總是每一個人的需求和領域都不一樣 所以在選擇的時候 就會有不一樣的考慮 如果這樣 家庭的情侶有幾種呢 這些家庭 台語怎樣說? 今天 我們就來和大家分享這些 種種不一樣的家庭的情侶 時初來看這些書 台語怎樣說? 家庭 一般我們最接聽到的分類 就是頭天的和大樓 所有的頭天的 就是頭天的家 意思是 在一個土地上面只建一間家庭 這家庭 通常不太大 大概一層樓 幾、五、六層樓 通常是一樓在大 兩樓 三樓也有 比較少 家庭的土地 全部都是這家庭的所有人 如果大樓 有人說是公務 家庭叫做華夏還是公寓 當然要讓我們會把大樓和公務做區分 比較高 比較多層的 有電腿一樓還有管理人員辦公空間的 叫做大樓 比較久層 不一定有電腿 所以老人也沒有管理空間的 叫做公務 那當我頭天的 有分自家庭的和房子兩種 自家庭的就是 第一 本來就是自己的 我們請人來去家庭自己住 怎麼換家庭 就是建想起來 買賣 我們說頭天的家庭 通常是四四角角的長個形 在面積大小差不多的情形之下 我路邊同出入面的看度 就是我們說的面看 就是客戶是重要的關鍵 面看比較大的家庭 我們就說那家庭比較看見 客戶的舖就會比較ilda 那如果面看較爛 長度較 dens 那我們就說這些庭比較沉常 沉常的廚 也叫作龍仔廚 房呀 要看 preliminary或者沉常 其實 Powers 其實零人的資金 說 npa laf t viendo quoi tricked 那如果頭天的地方遜點 就是全白去做xter 通常一頭都會拉進去 或是會門一 OH $% 沒有拼的空間可以讓人好走 這個空間我們傳統的叫做 兩頂腳還是頂腳 也有人說是六角 這幾年處境越來越貴 大部分的人都把這個空間 簡單把隔間起來 可以拿來好停車 這就是法義說的前院停車 如果是大樓在地下室 都有停車場 看是要爬面的或是立體都有 要出入就對車道出入 那都很方便 這幾年因為土地比較貴 所以後建商推出所謂的地上全住宅 這種處代議就是 只是買房間而已 買的是房本身 但是土地的所有款 有關是在政府或建商的手套 這種家的優點是比較省錢 可以用舊舊的錢買比較好的地段 看點是什麼 土地不是自己的 家若老 時間若老 什麼都沒有老 除了一般的土地住和大樓公務 比較大間 獨棟有回復的土地住 我們有時候會叫做別宗 意思是 如果房間大也會房間 如果房間賣不是幾棟 半棟 只有一間房間而已 這樣我們就把錢給做特房 不一樣的處對應不一樣的訴求 我們願望政府可以重視基礎正義 讓大家有處長大 今天這個台語聽不懂就講到這裡 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把時間交通 祝福 為何這個是